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 这位爸爸一定十分帅气 其中小作者还写了我们 在写外貌时可能会忽略掉的鼻梁 观察得非常仔细 另外这位爸爸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就是落腮弧 落腮弧是什么样子呢? 大概就是胡须从腮帮一直延伸到下巴 俗称大胡子 这使得爸爸看起来很成熟 小作者在眼睛鼻梁的基础上又选择了爸爸的胡须来写 写得非常传神 丰富了爸爸的整体形象 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几个字 但通过选择独特的部位描写 就把爸爸的样子展现给我们了 非常棒 再来看看这位小作者写了谁吧 同桌是个瓜子脸 皮肤白白的像刚飘落的雪花 嘴唇红红的像个小番茄 不论走到哪 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 只要一有空闲 他就会认真地读起来 原来这是一位爱读书的同学呀 小作者首先写了同桌的外貌 写了脸部的形状 瓜子脸 然后挑选了脸蛋和嘴巴 进行详细描写 这一点写得也比较新颖哦 小作者没有写同桌的脸蛋什么样 嘴巴什么样 而是从颜色角度入手 写了皮肤白白的像雪花 嘴唇红红的像小番茄 这一白一红两个颜色一对比 就把同桌外貌的特点写出来了 我想虽然你没有见过这位同学 但是估计等你见到他时也能认出来 其次除了外貌描写 小作者还写了同桌的道具 也就是跟同桌形影不离的书 别人可能下课就会去玩 但对于同桌来说 不论走到哪里 他总是拿着书 有时间就会读书 这是同桌与众不同的地方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这位小作者真是很厉害呢 很会活学活用 为你点赞哦 这一周我们学习了很多人物描写的小技巧 从互动区的小作品可以看出 大家掌握的都不错 猜猜它是谁的小游戏 也可以经常玩 这对于锻炼自己把握人物的特点 是会有帮助的哦 新的一周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迎接新的挑战吧 下周见